施加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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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他可以這樣子拿 小迷你 太可愛 好可愛喔 他也可以 好可愛喔 完全是你的 對 施加瑟 施加瑟 他也可以放你的手機 這邊可以買嗎 這邊可以買 這邊刷卡 好可愛喔 天啊 就是你的 好適合你 好適合喔 你今天晚上都要夢到他了 他今天還有別的要夢 然後再來這個品牌 這個也是老闆 那這個老花 這個老花其實仔細看上面這個 我記得我在很多年前 就跟大家講過了 這一個Logo 如果你有去過法國 巴黎凱旋門 這是在凱旋門底下的鐵柱上面 也就是巴黎式灰 當初這個品牌 跟巴黎市政府申請使用 這一個Logo 這一個圖案的時候 是經過審查 也就是代表巴黎市政府 認定這個品牌 是可以代表城市 代表法國精神的 所以這個品牌 他們把這一個示灰 放到了它新的包包的系列 對 對於這種比較 好像感覺上 年紀有一點點的品牌 又開始有新的想法 或者是你看像這個 斯嘉 斯嘉 真的 終於來了 對 今天都衝著你來了 是我的包包 這好可愛 這麼亮 他不跟我回家 好可愛 回家 跟你今天很搭的 你今天就為了他打扮的 對 而且你也穿過 你看像我 你還可以當帽子 而且你穿著 好好看喔 他那個流蘇好好看喔 流蘇也太美了吧 你怎麼會接到他們的電話 他的容量超大耶 對 因為夏天的關係 這種編織 然後再加上復古的流蘇 不管是20或80 都會有這種 Fringe流蘇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品牌 他就把這兩個元素 我覺得這個也會 好美喔 好美喔 我一起拿 我一起拿 這樣一定要喔 紅包手拿包 直接帶回去 這兩個 就是把這種 怎麼抉擇 編織的感覺 融入了這種奢華的 復古的流蘇 他讓包整個年輕 或者是活力感 都出來了 那當然也有一些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不是 有這麼高預算的話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女生 你可以去找一些 顏色像奶茶色 就是今年的大色 簡單的設計 不用太複雜 都讓自己的人跳出來 有些時候我覺得 在背包包的時候 你要先考慮到 你的人跟包包之間的距離 我們真的非常鼓勵女生 你可以自己在計算衡量 自己的收入 預算 然後做好精準的分配之後 去找一個自己喜歡的 我真的覺得 不一定要經典的顏色 你可以有一些特殊的顏色 但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人背包包 不要讓包包背人 這是最重要的 明白 不要變成自己的負擔 對 不要變包奴 對 那已經有這件事 我這裡沒有 你可以來